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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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都有一些他们运作上的一个哲思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 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方式 让孩子更认识自己的文化 然后也要跟国际环境教育 永续环境的课程做一个结合 用课本上课的时候会想睡觉 然后很无聊 然后用电脑的时候就会 那个就是会比较有精神 然后一直想要去碰电脑这样子 他们现在是这个三星世代 他们学习跟使用非常快速 我们大量的引入很多的 足够方便的设备跟环境的WiFi之后 其实他们是无时无刻行动学习 那这个行动学习呢 我们要建立它是一个正确的学习的观念 跟检视 我想当饶舌歌手 对 我通常回家都无聊的时候 我都自己练我的饶舌歌手 然后我都选偶像都是选什么 兄弟本色蛮同那种 好像除了功课你很喜欢篮球 就是早上读书吧 然后下午就开始运动 我们跟微软合作之后 我们在微软的帮助下 我们突破了科技的障碍 我们试着在设备的建制完成 然后又有那么强大的后台支援 跟专家咨询的前提之下 我们的老师 在没有专业人才 也没有专业背景的情况之下 还可以进行科技教育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就是我们最幸运的地方 那种本来是那么强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